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近日考察深圳广州等地力挺团派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8月16号团派的李克强副总理破格访问香港 港台媒体认为李克强此行确立了接任总理的地位 海内外专家指出江泽民死讯传出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使江派遭到重挫 新华社16号报道李克强视察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苹果日报》表示李克强访港被称为视察是极为破格的说法 英国BBC的分析指出李克强破格访港在于替李克强增加分数 也有分析认为李克强此行是为了壮大团派占上风的升危 香港开放杂志去年曾发表题为王岐山全押李克强的文章 江泽民一手提拔起来的太子党王岐山曾被认为是竞争下届总理的一匹黑马 李克强副总理这次访问香港那么更加明确的 这个中共的安排只会说李克强假如没有什么意外 在18大以后应该会接任这个国务院总理 台湾中央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 李克强接任总理的问题早已解决 也是因为这样李克强才能访港 因此根本不存在外界所说的透过香港来确立他接任地位的问题 香港动向杂志去年援引来自北京高层的可靠消息说 李克强已经放弃了总书记职位的竞争 转而提前进入总理角色 汪洋成为团派推出的第二号总书记人选 8月11号到15号 胡锦涛在深圳出席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后 由汪洋陪同到深圳广州等地高调考察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利表示 除了汪洋团派的组织部长李源潮也会在18大晋升政治局常委 至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则行情看淡 从胡锦涛这次过来看 那就说北戴河的会议大正方针已经议定了 而且基本上是有利于胡锦涛的 否则胡锦涛不会这次来这么放手的离开北京 到底下来布局立举汪洋和李克强这么个动作 掀起唱红打黑 以图进入中南海的薄熙来则受到胡温的冷遇 自2007年底薄熙来主政重庆以来 在9名政治局常委中 唯独胡锦涛至今没有去过重庆视察 在中共建党90周年过后 接连发生了江泽民死讯的传闻 远华走私大案主犯赖昌兴被引渡回国 温州动车追撞惨剧 大连PX化工厂溃滴泄漏 引发中共高层大震动 北大会开会的时候正好赖昌兴回去了 那么赖昌兴回去呢 他直接牵涉到三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嘛 最深的交往呢就是这个贾庆林 那现在可以看到呢 贾庆林这张牌啊 恐怕是已经要投降了 那么何国强看来还没有完全投降 习近平呢 他现在是低调 不信网披露 贾庆林已放弃了下届常委的自己接班人提名 并放弃自己所分管的三到四位省委书记 和若干中央委员及省长部长的提名权利 北戴河会议期间 温州动车惨剧 引发中国的民怨沸腾 主管铁道部的张德江和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被认定是下令毁尸灭迹的责任人 中宣部长刘云山和主管中宣部的李长春掩盖真相 这成了胡锦涛打击江派的又一把柄 那么现在就不管是江派还是胡派 是太子党还是所谓团派上台执政 他们都还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他们积累下来的 这个践踏人权上面的很多旧案 他们都还没有 当然也包括法轮功的这个大冤案在里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孝指出 胡温在这一轮交易中明显占上风 胡温握有江泽民死定和赖昌兴遭遣返这两张制胜王牌 江系人马惊慌失措 纷纷另寻新竹 而中共政权也到了随时会崩溃的最危险时刻 新唐人记者长春 李元翰 朱棣采访报道 朱棣采访报道